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臺經新聞 我是沈偉彤 先開始帶您關心 美國公債殖利率再度升高 引發資金移動 而美股主要指數週二開低 大型科技股 蘋果特斯拉 微軟等公司股價是紛紛重挫 美股的震盪也影響臺股表現 臺股今天收盤下跌180.96點 收在16273.38點 而今年以來外資的買超金額 是轉為賣超 今年至今已經賣超臺股351.45億元 有分析認為臺股近期受到多重因素影響 短線將維持震盪格局 第四季的行情也還要需要觀察 美股以及美元走向 好 美國聯準會兩名官員 重申偏因的立場 費德理事鮑曼表示 可能還需要多次升息 才能使通膨率回歸2% 另外克利夫蘭聯邦準備銀行總裁 梅斯特也表示 在通膨壓力持續存在的情況下 費德今年可能需要再升息一次 而多位官員也支持 利率水準應該更高更久的觀點 而美國10年期公債值利率達到4.8% 創下16年的新高 外媒《華爾街日報》指出 長期利率走高 可能威脅經濟軟著陸的期望 市場出現借貸成本上升 另外金融市場股價暴跌 如果持續下去 可能使得明年美國經濟 以及全球經濟大幅放緩 而從8月初以來 標準普爾500指數 已經下跌近8% 而美元對一籃子的外幣 則上漲近5% 好近期外資大量匯出 對臺灣股匯市造成壓力 尤其新臺幣匯率早盤 扁破32.4字頭大關 來到7年新低 對於匯率的底線 中央銀行總裁楊建榮表示 沒有所謂的底線 而對比其他亞洲貨幣 他強調新臺幣也不是最弱的貨幣 臺灣股匯市上演雙殺行情 即週二新臺幣重貶9.1分 週三新臺幣早盤再度續點8.7分 至三十二點四一五元 更是二零一六年六月底以來 超過七年新低 到底央行防線在哪裡 基本上中央銀行 沒有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底 有一個防線或什麼 沒有 再強調的是新臺幣匯率的穩定 如果說以這個一籃子的貨幣 來比較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新臺幣 還稍微升值一點點 楊建榮話說得很直接 央行考量首先是匯率穩定 必要時一定會進場干預 翻開新臺幣走勢 今年二月新臺幣一度達29.70 最後迅速走弱 到10月3號貶值多達5.01% 收在32.328元 上下波動2.628元 而這波亞洲貨幣大貶值 可不止新臺幣 人民幣今年以來貶掉5.40% 含元貶6.66% 日元更是貶值12.27% 外匯銀行主管指出 外資大量會出購買美債 兩年期美債殖利率達到 百分之五點零六以上 當然對新臺幣造成壓力 那今年的經濟成長不是很好 那今年的經濟成長不好 所以他我總覺得一萬七千多點 怎麼有可能今年的股市 會比去年都還會高 對外資來講的話 他如果說認為這個上去的點 他認為這個是他獲利的好機會的時候 那當然他就會 他就會realize他的game 央行報告點名全球經濟前進 面臨四大下行風險 其中通膨是最大難關 通膨如果說油價到一百 油價又高到那個 那可能會讓主要國家的一個 通膨的物價的要下來的速度 更緩慢 甚至可能會停留在那邊 臺灣央行先求穩再求好 楊靖樓表示 臺灣貨幣政策基調 先看通膨 其次才是經濟成長率 明年會不會降息 要看數據而定 期待的是持天理審慧童 臺灣 台北報導 在一度跌破一美元 對一百五十日元大關後 日元隔夜匯率走強 一些市場參與者因此認為 日本政府可能已經進行干預 日本財務大臣林木俊一 週三表示 日本將採取適當措施 應對日元過度波動 不排除任何選項 外媒報導 英國通訊管理局 本週將對微軟 亞馬遜 在英國雲端運算市場的 主導地位 展開反壟斷調查 中國十一截後 港股首個交易日 恆生指數受到美元大漲 恆大危機升溫 兩大利空因素波及 中場收跌2.69% 闖十個月新低 四號 港股持續開低走低 恆指一度跌超過1% 中國恆大覆牌第二日 則是跌將近10% 國際鎳研究組織 10月3號報告表示 全球鎳市場的供給過剩 預計將從2023年的 22.3萬噸 擴大到2024年的 23.9萬噸 鎳價九月份以及第三季 均下跌約8% 今年前三季累計下跌 百分之三十八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好 臺灣時間今天晚上十點鐘 Google將舉行新品發表會 而根據官方釋出的影片 包括Fixel 8 Fixel 8 Pro 以及Fixel Watch 2 將同步亮相 有消息傳出 Fixel 8將配備Google的AI新技術 要用人工智慧搶攻 年底最後一波的購物潮大戰 另外Google持續推出 高階的智慧型手機 也為主力代工廠鴻海 添增第四季成長力道 好 人工智慧浪潮席卷全球 產業也在做準備應對 但缺財問題成為隱憂 國內台師大設立 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究選院 透過產官學合作 培育AI人才 臺灣科技業面臨缺財荒 在人工智慧趨勢加速發展下 多產業開始討論AI化 但人力銀行近期數據資料顯示 全台有超過2.6萬AI人才缺口 可深層式的這些應用 這個領域裡面 其實它會產生很多的商機 那不同的商機 就會產生不同的人力需求 我想全世界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產學合作 培育AI人才 總統參議員簽自出席 臺灣師範大學 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 揭牌儀式 研究學院底下包含 AI跨域應用研究所 綠能科技與永續治理研究所 並和友達 康叔 瑞育等12家企業 共同合作 這是一個研究學院的設定 都有關國家未來產業的重心 傳言發展的重心 包括半導體 人工智慧 智慧製造 循環經濟以及金融 在這些領域 我們必須透過產學合作 在人才培育上取得限制 可是當大家都只是在賣金片 沒有想到未來的可能的應用的話 就會造成AI系統很難落地 變成真正可以賺錢的一個產品 所以這方面是我們師大想要 跟他們合作來共同開發的 和跨領域不同廠商共做AI計畫方案 學生貼近產業需求 理論實務並行下 為台灣下個世代的科技產業 注入強勁動能 新唐人野太電視 高建倫 曾欣敏 台灣台北報導 好 景氣來到消費性電子產品 第四季的傳統旺季 不過金人堡集團董事長許申雄今天表示 整體市場成長狀況是不如預期 美國的經濟成長狀況我想還可以穩下來 但是歐洲現在的經濟成長的動能 其實是不足的 因為它要靠這個旅遊 那其實現在旅遊業 就是服務業這一塊領域 它有很多切人力方面的問題 所以看起來整個力度沒有想像的 那個期待 過去尤其像我們電子業 我們叫做四五跟五五的差別嘛 就上半年是百分之四十五 下半年是五十五 那今年看起來呢 可能五五要到四五對五五的比例 看起來是它有它的困難度 明年是否迎來春宴 許慎雄孝說希望應該有 而產業做了許多努力 同時他也看好生物科技 將是未來重要產業生態鏈 我們帶你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工研院舉辦虛擬電廠研討會 院長劉文雄表示 透過將再生能源 儲能等多個分散能源 整合成為可調控的電力 打造虛擬電廠 這將有助於供電穩定 另外臺灣首艘的潛艦國造海昆號的艦艇 採用中鋼研製的軍用傳板鋼 中鋼指出將投資超過新台幣二十億元 增設線上熱處理設備 以及強力的整瓶機 研製的鋼板將有助於推動潛艦國造 日本雄本縣政府 為了消除當地居民的疑慮 公布日前到臺灣考察結果 結果顯示台積電確實遵守環境法規 並未造成水質 空氣等環境問題 另外國安基金將在十一號召開第三季的例會 會後公布財報 揭露四月中旬終止 互盤之後 最新的操作績效 以及退場進度 預計總經的局勢 將成為會中委員的關切焦點 法蔡政府補助租屋族推行三百億元 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 而首批將在今天以及明天進行撥款 申請辦法可以裁網路申辦 申請年齡下修到十八歲 提供每戶每月兩千到八千元 不等的補貼金額 而經濟弱勢族群最高可以領到一萬一千兩百元 另外北市府也加碼 如果涉及和租屋都在臺北市 而家庭成員平均每人每月所得 低於兩萬八千五百二十元 有撫養成年子女或者是父母者 可以向北市都發局提出申請 另外加碼補貼六千元 下期新聞重點 歐盟正式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 啟動反補貼調查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唐人財經新聞 帶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的訊息 首先 彭博社報導 經濟疲軟 香港法拍屋折扣達到百分之二十 仍舊難以出售 《九龍時報》報導 德國尋求跟法國就能源議題 進行大型談判 《花季日報》三月以來股價上漲百分之二十 而日本股市成為世界上最令人興奮的市場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日本放寬半導體工廠選址規定 預計開放農業用地以及森林區域 好 既紐約部長陳吉仲下臺之後 產經專家謝金河在臉書表示 中共的任職作戰下一個目標 是用ECFA來推導經濟部長王美花 對此王美花作出回應 中國大陸最近一直提到 這個相關的貿易壁壘的問題 那我想台灣跟中國都是WTO的會員 那他也提到我們現在目前還有限制 這些進口部分有沒有違反WTO的會員 這個相關的規範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樂意在這樣的WTO的機制下面 雙方來磋商 那我們也表達這樣的意見 王美花表示 現在是選舉年 民眾要注意中共有沒有用各種介入的方式 來傷害台灣民主和經濟 而王美花表示 自己已經擔任公務員四十多年 個人事小 維護台灣的民主是更重要的事情 好 再來關心 美國媒體報導 有台灣廠商協助華為建廠可能規避美方的制裁 而消息是引起市場波動 對此 台灣經濟部長今天表示 四家台灣廠商都只是低階的環保廢水處理 不涉及關鍵技術 另外白宮今天被問到相關問題時也說 對於報導內容是無法證實 我們有規範這個關鍵的技術不能外流 那也不能傷害我們的國家安全 那這些的廠商的我們初步的了解 那目前他們都是在做建廠工程 比較低階的這種廢水或者環保的工程等等 那這是目前看起來是 跟我們界定的這個關鍵技術是不太一樣 外媒澎湃報導華為在深圳建立晶圓廠 企圖繞過美國制裁 而背後有台灣科技公司的協助 而今天遭到點名的四家台廠 股價是同步下挫 略者重越發出聲明回應 僅有進行環保工程方面的合作 非關鍵性的材料未受到美國禁令管制 而漢唐也表示 有承接內裝改造工程 所有業務都遵守國家政策和法令 而雅翔則指出 此公司僅從事建築內裝 機電配管等基礎工作 並未涉及美國禁令管制項目 華為的新旗艦手機搭載中芯7奈米晶片 疑似突破美國制裁 而有消息傳出 美國最快10月初 將再度升級對中出口禁令 我請教談經院產經資料庫總監劉佩貞 您怎麼觀察 這波禁令會著重在哪些領域 因為先前美國就通過行政命令 禁止投資中國三大敏感科技 包括半導體 量子運算和人工智慧 而這波晶片禁令如果上升 您判可能會是什麼方向 我們看到其實在這一波華為的一個逆行 那麼也就是說它推出了MF60系列的一個新機 那麼確實也不破了 那麼在這個美國之前呢 對於中國的一些各方面的一個管制 那我知道其實在這一次的一個核心的晶片 也就是麒麟9000S的部分 那麼是採用這個中芯國際 那麼以DUV的一個製程 那麼藉由多層酷光這樣一個方式 來達到七奈米製程的一個生產 那所以在這一次華為可以說是用 所謂的一個迂回的一個生產 還有迂回採購的一個方式 那麼來達成這一次新機的一個發布 那麼校正美國的一個意涵 其實是相對的一個猶口 但是我們是不是也能夠就此 說中國在未來的整個半導體的國產化 能夠一路的順遂 恐怕也是未必進來 那麼一方面主要是來自於說 中國現在也是已經極盡所能 那麼在美國的管制之下呢 那麼把它所有能夠拿到的一個資源 發揮到一個最極致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說未來中芯國際 要以這個DUV的一個製程 再持續的往前來做一個推進 那麼相信在5奈米的一個製程 它的一個良率將會是非常的低 而且在耗損的程度也會非常的高 那麼成本也是會相對也是一個 墊高的一個局面 所以等同在商業化的一個農事上 其實是不可行的 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 美國也勢必是會大規模的進行 在政策上的一個反骨 所以在這個部分都會使得 那麼中國未來在半導體的一個 國產化的進程 那麼恐怕還是會遇到相關的一個困難的部分 那但對於美國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看到 美國這一次也勢必是會去全盤的檢討 那麼究竟過去這幾年來 對於中國的半導體管制 那麼到底哪一些出現的漏洞 還有不全靈的地方 那未來也勢必會聯合盟友 來持續呢 加大對於中國的一個管制力道 那麼甚至範圍也會持續的一個擴大 而對於台場來說 那目前可能是會呈現地多於地的一個狀況 那麼因為目前呢 美國對於中國的政策 那當然在管制持續升溫的這個態勢 是可以預期的 那再加上中國也可能會有一些管制的動作 那麼像是例如近期 那麼可能在中國官方的一個政府 可能會禁止採用在iPhone的一個商關的一個產品 也等同說在這個負面的一個外應效應 也會逐步的擴散到全球的一個半導體供應鏈 那麼所以等同在整體的一個半導體供應鏈 會持續的處於在一個不確定性當中 所以當然在這個負面的外應效應 也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到台場的一個供應鏈 那目前我們研判在美國接下來對於中國的管制 可能在首波還是會比較針對 是在晶片以及在設備的部分 而晶片呢就是先前其實美國也有在探討 在像是輝達 它目前當然是在高階的這些AI的晶片 A100以及H100的部分 目前是沒有辦法出口到中國 那麼所以在輝達前是有採取降規 A800以及H800的部分 那麼還是可以持續出口到中國 那恐怕在未來的這個部分 美國可能會持續的收緊相關AI的晶片 所以在降規的部分也有可能 在未來再出口到中國呢 會有相關的一些限制 那甚至中國的企業要使用 美國的一些雲端零的服務 那可能也會相當的受到一些指派 那另一方面在設備的部分 可能會比較是在DUD的設備 比較高階的這一塊 可能在未來也會納入在這個美國 對於中國的一些管控的範圍 那最主要是希望能夠讓中國目前 在半導體的製程的發展上 不至於再出現再往前推進的情形 我們謝謝總監的分析 再來關心 日前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 TTAG員工披露一群中國抖音母公司 字節跳動的高階管理人員是調動到TTAG 引起外界擔憂 目前最新消息是 美國參議員表示將對此進行調查 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布萊克本 以及民主黨籍參議員布魯門塔 致信TTAG執行長周壽茲 詢問TTAG是否有向美國政府披露 近期的人事變動 信中指出 這場人事變動讓人感覺 TTAG試圖保持字節跳動 對於TTAG的影響力 而國會議員擔心 這些人事變動會破壞美國的資料安全 並質疑TTAG的聲明 再來看到 歐盟已經正式 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 發起反補貼調查 啟動為期一年的調查 可能將在未來九個月之內 徵收反補貼稅等臨時措施 外媒報導 委員會已經收集足夠的證據 證明中國汽車製造商 是受益於中共當局的補貼 報告補充 這些補貼讓進口產品 在歐盟的市佔率是迅速增加 進而傷害了歐盟的工業 另外 歐洲議會以578票贊成 24票反對 19票期權 以壓倒性的票數 通過反脅迫工具 ACI法案 未來面對非歐盟國家 企圖用經濟手段施壓時 歐盟將可以祭出懲罰性關稅 進出口管制以及限制投資 或公共採購投標資格等措施反制 並可要求進行賠償 而反協迫工具是2021年12月 由歐盟支委會提出 背景是來自於當年7月 立陶宛同意以臺灣為名設立代表處之後 遭到中共一連串的貿易抵制 下節新聞重點 德國百變自動運輸車讓機場運輸全自動 消息一下 馬上回來 換回來 但你看到德國一家公司 發明了一臺百變全自動駕駛汽車 而小小的機器人車頭 結合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功能 搭配上不同功能的尾箱 就能變成行李運輸車垃圾車 或者是無人駕駛公車 執行不同的任務 三角形的外觀加上頭上一小隻探測鏡頭 這是德國製造商發明的最新概念車 CT-BOT 是一臺聯網的全自動駕駛汽車 具有組裝型多功能的拖車模組 搭配不同的應用程式 讓它可以在街道 機場等各個場域執行任務 在展示影片中使用電力或清能為能源的CT-BOT 具有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的能力 能輕易辨別和區分物體 執行掃機撿垃圾 倒垃圾等工作 換上不同的模組 就能在機場提供引導飛機 和運輸行李的服務 我們計劃中利用程式 適合到最新的項目 在有的系統體 地集善身份 提供 目前这家公司正与德国数家机场谈合作 将以自动驾驶车来达成停机坪交通自动化的目标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林综合报道 好 但你看到明天10月5号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美国公布上周出领失业金人数 以及8月贸易收支 央行公布外汇存底统计 请就与主计总处公布9月的物价统计 另外是新光3月中年庆台北南西电开打 以上是10月4号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守卫彤 再会